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血管现在已经疏通了 仍然还发生心衰的话 这个时候血管没什么可处理的话 这个时候的治疗就相当的麻烦了 就是跟刚刚讲的扩张性疾病的治疗 基本一样 抗心衰治疗 如果药物治疗不管用的话 也可以用气阶治疗 如果气阶治疗还不管用的话 到最后也没别的办法 只要换心脏了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